一名男子在郵局櫃台前大聲叫罵 突然怒氣沖沖的往桌上一拍 拿起帶來的存折 轉身就走 原來這名男子在19號下午4點多 來到六張離郵局 在快速窗口排隊 卻沒有抽號碼牌 疑似因此跟郵局員工一言不合 爆發衝突 你抱歉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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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那個幕僚人難罵我 來說說我 他憑什麼你講 你們今天講 這名男子不斷在櫃台前大吵大鬧 有民眾在一旁實在看不下去 原本想上前勸說 想不到也吵了一架 男子還拿這件事跟員工爭吵 不行吧 你可以寫 我可以牌 我要抽號碼 員工在過程中 疑似也不斷跟男子解說 並且對他道歉 但這名男子就是不領情 指著櫃台人員不斷大聲叫囂怒罵 最後看事情翻不成 才自行離開 但爭吵過程都被一旁目警民眾拍下 誇張行徑令人傻眼 記者周視頻台北報導